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各位觀眾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物格李特爵物格李兩整工房 我是歐淑然 今天請來嘉賓 由物格李資本 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刑股政市場銷售主管 林雲欣先生Royan 和要財政圈研究部總監席 耀輝先生Stanley 兩米早上大家好 看看大家如果有關論證或證股問題 想問兩位專家的話 歡迎大家打電話來204-6566 又或者將問題WhatsApp去到9157-1428 也可以去到askbschannel.com 同一時間我們要財財經台的Facebook 和YouTube Channel都做直播 大家有甚麼想知想問 都很歡迎大家留言 兩位都會盡快解答大家 跟著跟大家跟進港股現在最新走勢 看到行指今早低於127點 現在跌幅不斷收窄 現在跌7.526827點 國企指數更加倒升 又跌轉升,升16點 10,518點 跟著都照舊 跟兩位說回大致情況 看到內地居然公布的經濟數據 都有轉差的情況 令到中央也要推出更多的舊市措施 看到昨天港股也跟A股有個反彈 升成五百多點收市 上去26,88點 不過始終內地經濟下行 都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改變到 沒錯 投資者對後市的看法 是不是真的不要太過樂觀呢 就是今年一路都強調這件事 我覺得反而第一轉 你說中港股市這一方面 反而真的會受到這些政策因素所影響 其實我覺得外面的情況是比較難搞一些的 但是相比之下 你說中港股市 因為甲市會有一些 可能出現的數據是比較差也好 我們就馬上看到 今次的反應都快 就是馬上有很多的 可能有很多的措施 可能不穩定會推出來 所以對這個市場的氣氛來算 反而是有些幫助的 你看到中港股市這幾天的時間 其實都相對比較硬 好像以本今日為例 你見到市都市 真的低開完之後 都很快就想回來 所以反映到現場就是 中港股市 在我們說一些充電之下 我覺得會比較強勢一點 當然你說外面的環境是不明朗的 你看到昨晚的時候 英國那邊鐵歐的情況 在美國那邊 雖然市場好像很好 但你見到很多經濟狀況 也不見得特別理想 所以現在很多事情 看你有沒有信心 假設你說中港股市 你覺得公司上 可能出招都頂得住 可能表現上會稍微好一點 但是外面的情況又不樂觀 還有港股來說 暫時在大概26,200 27,200 這個位置都算是暫時 都是要弄過一下 拉一下 都是要上海格局 然後又跟Ryan聊天 Stanley 也提到 外環也有很多不成功的因素 Stanley 也說了給大家聽 Ryan 你覺得整體嚴 資金有沒有看好地 看淡喉市 好 我們先看看牛熊政街貨分佈圖 昨天來說 牛症在25,900 今早看比較活躍 牛症上了一點 推高一點 去到26,200 這個周回價水平 比較多人看 而熊政也推上了一點 昨天來說26,800 今早比較活躍 都是27,000 再看看技術分析的行指圖表 我們看看綠色點 即是看仗的事件 其實暫時比較多一點 短期內 可能有機會有反彈 少許的動力 但大前景的因素 還未太明朗 都是短線去做部署 剛才Stanley 提到大事時 都輕輕提及過 暗環的情況 例如英國脫歐 英國下議院以大比數 否決了文翠山脫歐協議 英國擁有業務的商監股份 都要走 但好像匯控一樣 曾經跌1% 現在跌0.5% 報了64.7厚坡 始終不知英國脫歐這件事 會跑成怎樣 不知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 在這些情況下 匯控的股價是否會受壓 反而現在清晰了 清晰了 反而脫歐的日子 即是脫了還是不脫 知道發生什麼事 好惹我 每次入 每次不入 這句話可以輸 就這樣決定 你決定 我想說什麼 現在反而跌轉 有機會延遲脫歐期限 因為這一轉的時間 你說現在 說夾眼的時候 除了協議 應該是壞了 不能通過 現在 大家要找到一個新的方案 就算你碰到當號 你都要再給 歐盟28個國家去審批 所以按道理現在的時間 相當之密 相當之密 所以如你英國那邊 或者歐盟那邊 都可以啟動 就是說 可以本身 即是那個 理事本50條 可以叫做延遲 所以反而延遲機會是大 但是對於市場來說 你延遲好過你 無除脫歐 是呀 所以反而現在 我各面定了 所以昨晚的時間 英國匯價打 最主要是反而是這個原因 不過現在對於匯控來計 英國那邊 反而我又不是很擔心 反而全球的經濟狀況 真的有機會轉差這一下 是有點暗湧的 不過都是那句 有六里領的股息率 其實你說匯控的股價 這一陣子都比較硬正 就是之前 就算跌下去也好 60元邊這位置都很硬正 所以如果現在這些位置 真的用來買一下 放一下 收一下息都OK 好啊 那又問一下Royan 你們的圖表 說你的技術分析圖 又怎樣看匯控的走勢呢 好啊 我們又看回匯控的走勢圖 又是綠色點 就是看帳的事件 又是比較多一點的 我們看到它都是 圍繞在65元的水平 在走著 如果看短期方面 我們看到它分散方面 都是比較多的 綠色那裏 還有我們看看它的支持位 其實就是64.9 而阻力位是66.05分 都是給予一些數據 可以讓大家參考 好啊 如果投資者 可能都想部署匯控的話 有沒有什麼推薦 可以給予大家呢 Royan 可以的 這隻匯控的Colin 最後這隻 就是編號15687 行使價88.88元 15.4倍實際槓桿 其實行使價比較高一點 但連期相比其他 都是長一點 在6月到期 所以都可以平衡風險 實際槓桿就有15倍 好啊 雖然看到大市 現在跌大約100點左右 26,700多的水位 但有些藥戶 都可以說是跑贏行使 我講的是石藥1093 看到現在都逆市 升4.6% 12.48 有些報道說 因為之前的大量採購 招標價格比較低的關係 石藥已經放棄了 一些試點城市的大量採購 變相降價的可能性就少了 認為你有望可以有增長 目前石藥的估值 應該都屬於三年的低位 作為一個港股的醫藥龍頭 石藥 會否都可以說是值買呢 值買啊 值買真的很值 但不敢買 不敢買太多政策紛擾 是的 你都說了那一點 是的 真的值得的 挺OK的 但真的不敢博 你只可以說 如果大量採購 真的放棄的話 你都意味著 之前內地方面 這個政策 有必須有必要 是有微調的 因為之前有些 好像A股上市的藥企 都好像放棄了 即是本身政策有些問題 還有藥價降幅這麼大 對於藥企來說 這個都一定不是好事 所以現在這段時間都沒有 先看看政策的情況 等到政策出來 如果真的有微調的話 那些市場部署都不遲 不過這些位置 如果是駁它不穿 可能之前 又帶到10元那些 或者10元那些位置的話 你都可以少住駁它反彈 因為石藥曾經在1月頭 就見過9.9的信息 是的 看到不知後 都見到它慢慢 都十級而上 都有一個動力在 看到這段時間 多不到資金 都會看回它的好倉呢 其實都有的 其實通常它一跌一跌 就會有些資金買進去 一升的話 就會大家很短線逃離 都是用短線 正如剛才Sennie所說 可以少住去做部署 而這個Wallon那些 你就可以少得來 你不用說幾萬元 幾千元 幾百元都可以參與到的市場 見到它的圖表 又是比較近期 綠色點 在上次的事件 都比較多一點 所以都給予一些樂觀的態度 給予一些投資者 可以參考 就如剛才Wallon所說 買衍生工具的話 其實都會有個好處 可能會少一點資金 所以會賺到一個回報 都想問Wallon 如果大家想留意石藥 想買石藥的話 有沒有什麼call論可以推介呢 今天帶來這隻 石藥call論編號是16726 行使價12.98元 比較貼價一點 但是年期長一點 今年10月 所以都是用一個 保守一點的方向 去部署石藥的升幅 可以用一些很小註就可以做到 好 接著之後 大家又可以參考 Wallon的意見 還有我們又可以說到 謝謝騰訊700 好 看到雖然內地在去年的年尾 12月就恢復了網上遊戲審批 不過仍然未包括騰訊旗下的遊戲的彈牙的市場 都認為這個遊戲版的審批程度比預期中快 所以接下來慢慢都會有騰訊的 都理好了大家的情緒 理好了大家的投資氣氛 看到騰訊上星期曾經見過334.6 這個4個月的高位 走開了會不會大家可以看好一點點 接下來都可以繼續去投票呢 看到他經常都嘗試挑戰330元這個償位 我這樣不怕的 都是擺 很努力的 在這裡看到都很淡然 沒什麼東西的 因為其實遊戲裡你預計了一步步離 那叫排隊的嘛 不可以先打尖的嘛 是不是要先排隊先 還有 我可以快點 我想他打尖 Stanley 怎麼可以這樣 我想他打尖 快點衝出來 可以的 你先排隊先OK 但電話轉眼說 其實你說這陣子騰訊的上升 遊戲重啟版號是一個因素 另一個就是大家對於它的小程序 微信那邊的發展都依然有一些比較大的憧憬 所以變成 當然你說現在微信那邊有些 比較多的競爭對手 開始跟阿爭這個市場 但我覺得微信似乎 它那個潛在發展的空間都仗是很大 所以變成這部分都是長線好的 還有今年你預計它的目標價 我們是首站 首目標大概是四百元這個位置 哇 馬上發光了 四百元而已 應該多啊 四百而已 因為見到去年它十級二下 今年終於重受回升聖 所以希望繼續 不是吧 開局這一段時間都算穩穩順 是的 都表現了 是兩例的 騰訊這陣子的表現 好了 又跟Royan聊一下 剛才也有說到 騰訊的走勢 最近的確好不少 看到昨天又嘗試挑戰 三百三十元這個水位 而輪場大輪場的投資者 會不會都趁它高 可能會做回淡呢 都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現在暫時資金流的圖表 它不是排名頭五位 因為都是高位就沽出 低位就買入 但是我們看回北水的港股通那些 戶那方面 其實昨天就是最多資金流入 都是給大家一些強心針看回 另外我們看回牛洪症的街坡分佈 其實暫時看到重貨區都是三百一 在牛洪症上 而這個洪症是三百四 所以都是大約維持在三百一到三百四 這個空間會走回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某人提供的資料 同樣地如果大家想買騰訊的Korlin 又會選擇什麼水平 好 今天選擇這隻騰訊的Korlin 編號是二七六四九 行使價三百九十五元八毫八 比較高一點 而年期都短一點 大約今年四月左右 比較進取一點的選擇 所以你看到實際槓桿 相比其他都高一點 十二倍以上的實際槓桿 而且這隻是一對十的選擇 所以都行得快一點 所以都要部署短線去參與市場 好 最後還有一點時間 又和兩位說明平保 2318 看到同樣地 股價反覆向上 現在都站穩70元左右 但始終內險股 最近都回調了不少 股值都屬於低水平 現在未來的大市真是反彈的話 會不會內險股就有機會跑贏呢 Stanley 現在的景氣上好像是好一點的 你看到這幾天的時間 都有一些行業出來 都好像又搶回好一些 保險股 A股那邊的狀況 我們加大一些放水的衝勁 對於它來說是比較有利 不過短期的時間 都會留意一下 本身的保險股的情況 因為今年以來 為何他們的股票這麼差呢 最主要是市場投資者方面 比較關注新興建物價值的增速 有沒有機會是貨幣 甚至乎有沒有機會倒退 所以現在的平保 樂觀的 但還是留意這些因素 所以看看如果想買貨的話 都可以去到大概 70元左右的時間 可能再去部署也未遲 Stanley 見到可能口低了少許 才去部署 又問問溫蘭 現在平保就上到70元的水位 你們看 接下來的走勢又會怎樣呢 是的 我們今天用CVBC的圖 牛洪聖的分佈圖 其實昨天來說 大約的重貨區 牛政是65元左右 今早比較活躍 我看到都上移到70元左右 所以投資者的信心 都比較開始帶回一點點 對平保 所以今天來講 我們帶來這隻平保的Colin 編號是15118 行使價79.98元 10倍以上實質槓桿 今年6月到期 好 麻煩你羅倫 帶了幾隻Colin 給我們投資者做選擇 也麻煩Stanley 幫我們分析了一些過股 以及大市的走勢 這一節都跟兩位談到這裡 都跟你們申報一下 好 先問了羅倫 有沒有持有上述提過的股份 持有匯控的 其他股份沒有 好 那Stanley呢 依舊有騰訊加平保 好 麻煩兩位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Stanley會繼續留在這裡 跟大家聊聊大市 我們待會再見